今天是圣诞节 是耶诞假期 先祝大家耶诞节快乐 那重点是呢 当耶诞假期来的时候 到明年元旦之前呢 其实都是个外资放假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呢 因为没有外资的交易 所以呢台北股票市场的量能 它会持续的去做缩减 那重点是外资不在了 那由谁来担当演出呢 变成我们的内资 来去做一个撑盘的动作 所以有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表现的绝对会比大型的股票 还要来得更好 但是你在操作这些股票之前 请你务必先做好 你的节奏一定要对的 先调整好持股 你才能够养未来的标股 所以台北股票市场 它就是一个节奏性的循环 春根下云秋收东产 你在对的时间点 做出对的动作 未来自然有获利 可以让你去做收割 所以呢 在台北股票市场 12月18号那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台股指数的部分 它创下新高的时候 我叫你要小心 因为我们从BIOS指标来看 当每一次BIOS指标 它来到3以上 有没有 我向上的空间变得有限 我下下的风险就会出来 所以基本上 你要在12月18号那一天 开始去做持股的调节 然后等待下一个机会来临嘛 因为主流会在拉回的时候 会在行情指数拉回的时候 来去做呈现 它会跑出来 所以最近在跌的是谁 它跌的是2330的台积电 有没有 台积电从12月18号开始 已经连续拉回修正 12345天了 它已经修正了5天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外资不是看好它吗 没有错啊 外资是看好它 我们也非常看好台积电的未来啊 但重点是 外资现在就在放假嘛 外资在放假 它不会在这个时间点下去 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它回档 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指数拉回 就行情就一定是走空了 甚至很多投资人 现在去放空 你是被嘎空的 我们来检查一下一些个股好了 2456的奇力星 今天在创新高对不对 你光看它的龙卷余额就好了 为什么它可以这样涨 龙卷的张数呢 从原本的哪里 从原本的1800多张 1800多张 一路的暴增上来来到了3200多张 卷支比呢 已经来到20个percent了 它不嘎你要嘎谁 对不对 还有呢 3019的哑光也是一样啊 这些卷支比都是忽然之间的在做攀升嘛 那市场现在的气氛 它的心情上面 就是非常忐忑不安 觉得说行情指数来到高档 所以个股一定要跌 没错有一半的股票 它是会跌的 但是有一半的股票 它是会涨的 那你要选对股票来做操作啊 不是空高哦 不是去空那种 已经在高高的标的 而是你把你的持股调节好 把你的现金抽出来之后 去找下一个主流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买起涨 卖高档 你只要这个节奏 这个tempo 把它维持好 基本上台北股票市场 外资回来的时候 你还是有钱可以赚的 你绝对有钱可以赚的 所以你要怎么买起涨 你要怎么卖高档 那下一个主流会在哪里浮现 我待会慢慢的来跟大家说 台北股要市场呢 来到一万两千点之上 很多的个股 其实都已经从高档开始回档了 它都已经逐步的 逐步的在做回档的现象 那这些正在做回档的 它一定有一些技术面的讯号 比如像我之前 一直跟大家讲的 PCB的族群 对不对 3037的星星啊 最近是不是 看起来大盘在涨到 一万两千多点 可是如果你是买这一档标的 你完全感觉不出来 台北股票市场市场的 它也是大型的全资股 可是为什么指数在涨 它却是在跌呢 因为同一个时间点里面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已经先创新高了 对不对 当它创下新高之后 高档已经开始 有人在做出货的动作 如果你在高档没有卖 你没有把资金抽出来 那相对而言 你会错失掉很多的主流族群 比如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半导体设备族群 半导体设备族群呢 就是在这些高档股票 开始拉回的时候 它开始做起涨的动作 对不对 包括6196的凡宣啊 加登 宏康 瑞云 当你在高档 你有把这些PCB的族群 去做一个获利了结 那同样一个时间点 你把资金转入到像樊轩 当时的低点的位置点的话 同样的一档 同样的资金 你可以创造多少的利润出来 可是呢 你还是死爆活爆的星星 它人家正在跌嘛 它已经破线了 它已经趋势已经转为空方了 相对来说 它的资金被抽出来了 它就是往下一个半导体的设备族群 去做移动嘛 但是呢 当时序来到12月 10月份最强 10月11月最强的 叫做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但是时序来到12月 中美贸易大战结束了 它已经来到一个 非常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一定会有新的主流来做产生 所以这个新的主流在哪里 我要预告的叫做 景气循环的个股嘛 所以最近为什么 被动元件会特别的强 甚至我之前告诉大家 有一档股票 有一档标的 它是未来市场上的主流 因为它受惠的是景气循环 台积电 世界先进 联电 它这些晶圆代工厂商 都预告了第四季的淡季不淡 可见的市场的这些大品牌 包括苹果的部分 包括亚马逊的部分 包括Google的部分 它的下单是相当积极的 否则这些晶圆代工的产能 它不会满载 8寸跟12寸的产能 现在已经都出现攻击紧张的状态了 对于细晶圆的消耗程度 也会做增加 这是12月10号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环球金的部分 它公告出来 11月份的营收比去年衰退了15% 它比去年衰退15% 正常来说股价应该要向下做反应的 但是有没有跌 它并没有下跌 因为未来的重点在于5G 5G的需求 未来会非常热的情况下 明年它将开始恢复成长的走势 再加上今年前三季的EPS 是24.67元 24块钱 前三季而已 还没有加第四季 本益比才15倍 本益比才15倍 是一个相当便宜的价位 是一个相当便宜的价位 近期外资跟投信都开始展开布局的动作 有利于筹码的稳定程度 所以当你知道说 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它开始停了 它开始和缓下来了 那这些资金 它会开始去寻找那些低基期的标的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你看到的未来 资金开始去做转入对不对 那机会点来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下去高 所以12月9号 6488的环球金 我们买在哪里 买在364块钱 投资朋友们可以在363元做成交 所以你的位置点要是买对的 你是买在那个起涨的位置 那你相对来讲 大盘的涨跌对你来讲 真的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的位置点 是在这个起涨的位置 我当时跟大家讲过 这个叫做多头吞噬 长期下降趋势当中 出现一根长虹吞噬掉前一日的长黑 当我出现之后 出现多头吞噬之后 股价连续走强 突破了月均线的反压 反压来了 回档去做测试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量说整理的格局 量真来去做表态 拉回测试支撑 你要找买点嘛 所以我们的操作是有依据的 我是看到了市场的资金流向 正在做改变 所以当时我们卖掉了这些标的 有没有 我说 贩导体设备族群 它都来到高档了 你要开始卖了 樊宣的部分我们都卖了 家丹也卖了 宏康也卖了 瑞银我们也卖了 但是下一棒 接棒者们准备要再起了 这个接棒者们就回到了 这个景气循环的族群里面 因为它是从底部开始 去做反弹的嘛 它从底部开始去做起涨啊 我不是叫你去追高档哦 当时我在买它的时候 它的股价是这样 它并没有涨嘛 它还在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做横盘整理啊 有涨吗 没有 它没有大涨 可是这个时机点上面叫你去买 你买的价位 绝对是最便宜的 绝对是最好的一段时间嘛 所以你看到今天呢 环球金的部分 它在12月16号的时候 先大涨创下385块钱的新高 我说我们在363元买的 涨幅来到22块钱 一张你已经赚2万2了 一张你赚2万2了 今天呢 再创波段新高来到394块钱 都已经快要来到400块了 那你如果在低档买的 在363块钱有去做布局的 到今天为止 你的涨幅已经来到31块钱 来到31块钱 你一张啊 你的价差就来到3万亿 你10张你就来到31万了 所以当初我卖掉的这些半导体设备族群 我把资金再转入这个所谓的 紧际循环的族群 你认为这个方式有没有错 我不是每天告诉你说 什么股票涨停板 我也没有叫你去追大涨的股票 我要你买的是买在起涨的位置点上面 我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呢我不用去放空 因为就很像你在搭捷运一样 你今天要去搭捷运 刚刚走了一班车 那你有必要说你再回到什么 你再把它搭回去上一站 然后再回来再去搭车吗 没有必要 这叫浪费时间 而且你在放空的过程当中 你也是增加你的风险的承受程度 所以我不要这样做 我只要找到未来市场资金 正在布局的标的就好了 买其涨卖高档 把一些高档的标的 把一些已经赚钱的标的先把它获利了解 纳入口袋 放进口袋里面 我自然有资金 可以再去布局下一个起涨的标的 类似这样子的标的 我告诉你还很多 因为它只是刚开始而已 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还有很多的资金 正在等着进场去买股票 它会买什么 待会下个阶段 我们继续告诉你 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速播 02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 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 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 8859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紧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交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证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林荣热 内政部警救署关心灵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洪准 在12点半到1点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价俊股价指数呢 因为整个外资休假的关系 它维持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哦 虽然说它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哦 但是其实你看结构上面哦 今天上涨的加速跟下跌的加速比较起来 很明显的上涨加速大胜了谁 下跌的加速哦 有一般的股票它是会涨的 但是呢 你如果现在去放空的话 基本上啊 基本上你被嘎空的几率是相对比较大的 不是指数来到一万两千点就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你想想哦 川普当选的那一天 道琼指数它是在一万八千点 它在一万八千点 现在你去看道琼指数呢 它已经涨了一万点上来了 那如果说你看着美国股市创新高 然后你跑去空美股的话 你到现在为止你已经被嘎了一万点了 那你说美国股市都可以涨那么多了 那台北股票市场现在来到一万二 是算贵还是便宜 这高跟低它是不存在的 你眼睛看到的只有高低的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未来 那这个未来取决于我们市场上面 有没有新的资金再做加入吗 所以昨天有一则新闻很重要 我在盘后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说 现在绿巨人看好台股高喊加码对不对 那绿巨人是谁 他不是浩克 他是我们的邮政总局 因为邮菜都是穿绿色的衣服 那所以邮政总局就被我们市场上面的 这些操板手统称为绿巨人 那绿巨人他因为手上握有大笔的存户的资金 他手上的资金超过两兆 那这些资金他不可能放在他自己的邮局里面 他一定要规划然后去做一个持股 是做股票市场的投资或者是在债券市场做投资嘛 所以这些钱呢一旦拨出来的时候 一旦继续往台北股市场去做进场的时候 整个台股呢你现在所看到的高点都不会是最高点 但是节奏上面你一定要把它掌握好 那他们会买什么就很重要啦 这些资金居然未来会做进场 明年他要继续加码台股的话 他会买什么 你看一下他当时已经跟你报了一些名牌 对不对 中华邮政说明年最重要的投资配置在哪边 他说在台股的方面 明年将会加码100亿到200亿元的资金 而且他锁定了在5G产业 AI跟大数据的这些相关成长的族群 第二个他要有殖利率超过4%以上的高股息概念股 那法人的想法你就知道啦 你认为握有一百亿两百亿的资金 这些人他会是一般的普通人吗 他绝对不会是一般的普通人 所以他们在做进场的标的 绝对是未来市场上面重要的主流族群 所以既然人家都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就跟着他们的方向来去做移动 进可攻退可的时候 向下空间有限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我告诉大家最近有人在买 有一些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标的叫做这个 4927的泰底 当我卖掉了半导体设备族群 当我卖掉了国产 我把资金转入到这一档标的里面来 这档标的已经连续横盘了 整理8个礼拜的时间 8周横盘整理打出一个超大的底部出来 而且量占比从500来到100 这个资金转入的量是非常大的 它是非常大的 所以进场的人不会是一般的普通人 他绝对是市场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资金量了 所以当我发现到有人在买 有钱在做进场布局 靠你去嘛 大盘在跌 当时在买的时候大盘是跌的 大盘当时跌了66点 跌了70点 相信70点的空间 可是这一档股票它是逆势强于大盘 指数在跌它居然不跌 那就代表有人逢低再去做承接的动作 所以我跟着这些资金来去做上车 12月19号4927的泰顶 45.9元买进 45.7元我的投资朋友都会成交 而且这一档股票是我单股会员 就全国的单股会员就这么一支股票而已 就这么一档股票 all in啊 为什么我敢all in 因为我看到了它的未来啊 因为我看到了 第一个我们看4927的泰顶啊 今年以来啊 今年以来光EPS的部分来到4.24元 它来到4.24元 去年赚了5.45元 所以以它的本益比来讲 它是算被低估的嘛 虽然说今年第四季 它的营收有一些衰退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衰退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 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打乱了市场上面供应链的tempo 很多的车厂 汽车厂呢 它开始把一些新品延后推出 或者是呢 有一些拉货的时间把它往后延了 它把它往后延了 但是把它往后延 代表说它未来会积压很多的量能出来 因为你今天要买车的人 你只是延后消费而已 你不是完全不消费嘛 你等到中美贸易大战过了 中国人又开始有钱起来 大家又愿意消费的时候 这些汽车产业 不就又开始恢复成长了吗 所以谷底的时间 你要敢去做布局嘛 买起涨不要最高档 当你那个起涨点有买的时候 它后续不就创高给你看了吗 就算它最高点来到47.7元 我问你以它今年的获利来讲 它的殖利率高不高 4块钱的EPS 你直接用4块钱下去算好了 它现在的本益比才几倍 明年刚好遇到中美贸易大战 它整个和缓下来 景气开始复苏的时候 它最差的情况 如果是今年的第四季 明年的第一季开始恢复成长的话 景气循环不就从谷底开始做反弹了 这些人他为什么会买 他看到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量占比从500来到100 这些资金开始愿意大量的去做转入 在这个八周的时间 他一路的做洗盘 一路的做洗盘 你认为他收了这么长的筹码 会只给你涨个1%或2%吗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细的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 我不是每天告诉你什么股票涨停盘 最近最热门的有没有 每一个人都在跟你讲国具啊 被动元件啊 但是这些股票涨上来了嘛 你叫你去做追价 你追得下去吗 你有办法去买在起场的位置吗 如果你起场点没有买到的话 那你该怎么去做 那你该怎么样去抓到未来市场的机会 所以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当你的节奏是对的 这是我们工商时报的比赛有没有 工商时报比赛里面 我有连续10周打败大盘 而且绩效全部都是正数 所以我累积下来的总绩效高达16% 高达16% 高达16% 当时大盘才涨了7%而已 可是我们靠着正确的节奏 正确的方法 然后创造了将近大盘两倍的利润 超越大盘两倍的利润 这才叫做超盘手 而不是分析什么股票 今天涨停盘给你看 黑钢5号没有用嘛 真的涨上来了 叫你去做追价 你刚好追在那个高点 你心里不就忐忑不安吗 所以你现在应该要追寻的是什么 哪一个操作的节奏是最适合你的 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品牌 有很多所谓市场的大老师 但是他们操作的节奏 如果都是用追高的方式 你觉得你买的会安心吗 如果你的资本很大的时候 当你每次都用追价的方式 一旦你抓错了 一旦你错误了一档 可能你整年的获利全部都要吐回去 可能你整年的获利全部都要还给人家 那你要怎么样做到长期而稳健的正报酬 你要学习我们的方法 在起涨的时候去做布局 在高档的时候去做卖出嘛 所以当我们的操作节奏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单股会员的绩效 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 为什么我举这一年 因为这一年是中美贸易大战 打得最凶最火热的时候 川普每一次一讲话股市就大跌 股市就大跌 可是我们靠着正确的操作节奏 我们创造了68.3%的利润 我们创造68.3%的利润 而且我告诉你的是 我们就只有这么一档股票 每一次进场就是百分之百 你找不到市场 你找不到我的单股会员 还有第二档标的了 就因为我们用一档的股票 来去做操作 我才能够把整个利润 把它放大开来 你虽然看到只有68% 可是当你进场的时候 一次就是100万 你一年下来 你可以创造68万的利润 68万的利润 如果你是500万呢 如果你是1000万呢 你1000万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680万耶 而且我进场就这么一档股票而已 错了我会停损 对的时候我让获利放大开来 这个获利还没有加上国产 还没有加上国产 2504的国产 我们也赚了20% 所以加起来已经来到80% 包括这一次的泰鼎 我们也都是一样 用买期涨的节奏 买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当它上来的时候 你自然不会恐慌 你可以买的越多 你可以买的多 买的足 而且赚的会很开心 对不对 这才叫做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你的节奏务必要掌握好 比如像说最近真的 很火热的在被动元件的族群 在被动元件的族群 但是现在华星科涨上来了 它的BUNS已经来到新高了 那你要追价吗 那如果你想要参与像华星科 这样子的标的呢 那你可以去做联想 找到新的族群出来 比如像5469的汉宇波 对不对 它这个前三季的EPS 前三季的EPS 已经来到4.8元了 已经来到4.8元了 今天华星科如果赚很多钱 那最赚的是谁 不是一般的散户 而是这一档标的 因为它手上握有3万张的华星科 你的散户投资朋友 哪一个人 你手上有超过3万张的华星科的 很难嘛 不可能嘛 所以当这些华星科的股票 都在汉宇波手上的时候 未来华星科赚钱 是不是都得分给汉宇波 所以汉宇波才是整个 被动元件族群里面赚最多的 那第二点 当我的汉宇波 它过去都是以NB为主力大宗 NB的这些PCB版为主要的大宗 可是它因为近几年开始去做转型了 它转型到哪边去 转型到高毛利高产值的 网通设备里面 所以未来5G 最近不是在标吗 标那个频谱嘛 对不对 当这个频谱标售完毕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建制潮了 那你想哪一个基地台 哪一个网通设备 哪一个所要需要的手机 它不需要PCB的 不可能嘛 一定都要对不对 所以以它现在的毛利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它已经调整完毕了 它已经转型成功了 所以股价在高档的时候我不要去追 但是拉回经过三角收链形态 突破上来的时候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我的扣底值未来准备要扣底下降区间了 一旦我股价开始往上去走洋 突破均线之上 当然未来整体的底部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买起涨不要去追高档 现在赶快把你手中的持股调节好 当你有资金有现金的时候 跟上我们的脚步 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团体战的时代了 不要再孤军奋战 孤军奋战是由挨打的份 拨通电话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现在用小钱赚大钱的方案 现在加入我们年后 开始做会期的起算 时间的关系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运动彩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动彩金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投资 核心超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资 核心超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资 核心超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阿玛姨 你好过来啊 你在抓狗 我是在抓慧玄啦 你看 吴云他儿子选立委 他到处拜票还送你咧 那你要怎么抓 我用手机